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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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我们公子爷瞧瞧清楚 是你 好玩 好玩吧 那你们就妈妈玩吧 你不要走啊 你刚才不说要报答我的吗 好好伺候哥子爷 伺候好 我们走 我们走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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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好 你要再耍弄我 你要再耍弄我 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我又死给你看 姐姐 快救我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没事 你不认得我 认得 我 我是谁 你是姐姐 你是姐姐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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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姐姐 好 我说对了 姐姐夸我了 夸我了 姐姐夸我了 姐姐 我又做错什么了 姐姐 姐姐 别生气 姐姐 你笑一个 笑一个 妈 你要姐姐笑一个 好 姐姐 我多厉害 我多厉害啊 说要带你走 就要带你走 那个女人 屁也不敢放一个 话也不敢说一句 对 彻离公子 最棒了 姐姐 你答应 要笑一个的 好 好看 好看 姐姐 你再笑一个 姐姐不笑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呀 我有的是钱 我从来还没见过 人家的钱不笑的 把钱拿出来 快快 快 快 你尽管拿 给你 要喜欢多少拿多少 那我拿这个好了 要这个 那其他的不要了 够了 真的够了吗 你忘了 是你把姐姐的琵琶砸烂的 要买个新的 这个就够了 对 我们买琵琶 嘿嘿嘿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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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玩别的 玩别的 可是你得先 叫他们走远一点 滚开 好 是 是 走 再过远一点 是 滚得越来越好 是 是公子 玩什么 我们玩捉迷藏 很好 我先来 好了 走 老爷 老爷 什么事 大呼小叫 老爷 小姐回来了 小姐回来了 老爷 我跟小姐回来了 小姐 蓉儿 小姐 爹 好女儿 你总算回来了 我以为你走了 就不再理会我了 我怎么会不理你呢 我怎么会不理你呢 我又怎么舍得爹你呢 好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好 师父 师父 您觉得身子好些了吗 好多了 军宝 这冰蝉还真管用 为师已经是百多岁的人了 受了这伤 没想到吃了这风雪夜魔人的冰蝉之后 还真有点咬刀病除的感觉 也没让你白跑一趟啊 师父千万别这么说 只要你身体好就好了 哎 这风雪夜魔人不但武功了得 而且是个用药的奇才 将来有机会的话 一定向他好好地讨教讨教 不管怎么说 也得好好地感谢感谢他嘛 师父 我偷了他这么宝贝的冰蝉 将来碰面以后 他不把我当仇人追杀才怪呢 那就一切随缘吧 是 你也真有奇缘呢 没想到你能碰到林朝英时母 这是为师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为师已经是一百四十开外的人了 没想到林师母还尚在人间 那他岂不是已经有两百多岁了 是啊师父 可是弟子为何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呢 嗯 那是他主言有数 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可是林老前辈到最后却说 他自己活得好累 军宝啊 你也不要太伤感了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林老前辈的话 定要自强不息 追求武功最高境界 决心将全真教发扬光大 哎呀 有你这句话 为师是最高兴的事 正所谓 唸万占书不如行万里路 如此千里去天山 这也是你命中注定的祈愿 今后振兴武当 全真教的重担就放在你身上了 以后你肯定会有很大的成就和造诣的 哈拉君宝 啊 过去的事情 你也不要太放在心上 你要活得有价值 才能对得起林老前辈 对你的一番调教啊 是师父 嗯 哎 雪英不是跟你一块上天山的吗 怎么最近没见到她 她可忙着呢 好女儿 多吃点啊 爹 这是吃早饭吗 要的要的 多吃菜啊 沈老爷沈姑娘早 进吧 这么一大早上哪去 来吃饭吃饭 我在外面闲逛 看到这个羊肉包还不错 就顺道带了几个回来给你们尝尝 我要吃羊肉包 哎 蓉儿 你不是一向害怕吃羊肉包吗 是吗 我 沈小姐既然害怕吃羊肉包 那 那喜交 把这些包子先拿下去吧 好 这羊肉啊蒙古人是最爱吃的 哦 怎么回事啊 我突然想起还没问沈老爷吃不吃羊肉包呢 哦 我们家荣儿不吃我也不吃 哦 我们全家都不吃羊肉啊 哦 来来来 这道点啊 哈哈哈哈 哎呀 不知道谁对我这么心狠手了 踩人家脚踩得那么用力 哎呦 好痛啊 哪里痛啊 这里啊 让我再踩一下 喂 喂 你真的对我这么心狠手了 谁叫你故意逗我的 好了好了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不该不该我不该 不该让雪莹姑娘吃不到羊肉包子 算你会说 其实你也没吃亏嘛 你看沈文三对你多好啊 他是疼自己的女儿沈蓉嘛 天下父母 又有谁不疼自己的儿女呢 但偏偏我们两个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 我跟随师父在大漠长大 你从小在少林寺长大 我们都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 别这样 我们以后会相依为命 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 你师父不是说过要回武当山的吗 他好像是这样提过 到时候 求真人肯定会和我师父打起来的 两户相斗必有一伤 你我的师父 也是你我的亲人 无论谁胜谁负 我都不想见到任何一方会失去亲人 你放心吧 我会尽我所能去化解这段恩怨 等这件事情办好之后 我们找个世外桃源 共度余生 从此再也不问江湖事 gr that's the best 优优独播剧场 那我们肯定会晋在心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师父 哦 军宝 师父 看见今天的气色好多了 是啊 元气已经恢复了八九成了 内力更是十足啊 太好了 哦 对了师父 弟子有一事不明 原先你几番回避赤碧烈 现在为何又上武当和他决斗呢 为师听说 赤碧烈在武当山 拜下了擂台 羞辱我全真教和各方武林人士 把武当山搞得乌烟瘴气 天怒人怨 是可人 孰不可人 赤碧烈倒行逆施 要所有全真教的徒弟 转入长生教 并且更改服侍 已是对新教的效忠 许多师兄弟不肯 惨遭杀害 但是我武当上下一心 同仇敌忐 他又岂能杀尽我全真教三千弟子呢 正是啊 趁着现在天时地理人和 不收回武当山 更待何时啊 是 哎 俊宝 你看为师刚参列的是什么武功啊 你知道吗 弟子不知 这就是武当的掌门人 要学习和锻炼的 叫做太义神掌 太义神掌 是啊 来 俊宝 我来教你 哎 师父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 只有武当掌门才能练呢 哈哈哈哈 俊宝啊 这就是你的机缘呢 不必多利 来来来来来 来 ogni 以及 就来 您 Act 水酒一杯 敬过求真人张公子 一路上平安大吉啊 在府上打扰多时 我们就以茶代酒 多谢沈老爷了 谢沈老爷 哪里哪里 招待不周 还望多多见谅啊 沈大小姐 你就放心住在这里 等我们把事情办完 就会回来的 你们小心点啊 有什么山高水低的 我在这里就活不下去了 你们在说什么呢 荣儿当然是住在这里了 她是我的女儿嘛 这里是我的家 也就是荣儿的家 说什么活不下去 你可不能再吓唬我 沈老爷 他是说住不下去 不是说活不下去 对吗 沈大小姐 对啊对啊 对极了 当我实在憋不住 要外出找人的时候 自然是住不下去了 放心吧 我们会平平安安的 回来看你的 世事无常 上天又岂能进入人院呢 既然世事无常 做人就更要顺其自然了 好了好了 我们也该启程了 哦 我已经为你们准备了马车 请稍等一下 不用了吧 给我点面子嘛 稍后就到 好 那就多谢了 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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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 你没听见吗 听见了 什么事 我有些话要跟你说 跟我到书房去一下 哦 爹 你叫女儿来要什么事啊 我看得出来 你想跟军宝走 那就跟她走吧 爹让我跟她走 其实 我早就知道 你不是荣儿 荣儿 是我最心爱的女儿 我从小看着她长大 你虽然跟她长得很像 但是你骗不过我的眼睛 对不起 我们骗了你 没关系的 反正我知道张军宝是正人君子 你们对我没恶意的 即便是骗我 也是为我好啊 是 那荣儿到底在哪里啊 我也不知道 荣儿这个孩子 从小让我叫小小宝宋惯了 我是怕她在外面受苦啊 爹 不是 沈老爷 我明白你的心情 可怜天下父母心 都是自己的骨肉 不 你这就错了 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年轻的时候 在丝绸之路上经商 有一次 我在天水看到有人 买一对孪生女儿 我囊中羞涩 剩下的钱只购买一个孩子 那就是荣儿 还有一个跟她长得非常相似 我估计 我听师父说过 她就是在天水附近收养我的 这么说来 荣儿很有可能就是我的亲姐妹 你跟荣儿都是好孩子 只怪我财力不足啊 孩子 如果你在外面 要是见到荣儿的话 无论如何 也要照顾好她 另外 我还拜托你一件事情 拿着她 这是 这就是文明江南的 沈万三聚宝盆 这世上真的有聚宝盆吗 哪里有什么聚宝盆呢 都是瞎说的 所谓沈万三聚宝盆 就是沈万三经营多年的成果 我已经是封竹残年的人了 我只怕将来 见不到我的荣儿 孩子 你就帮我把她交给荣儿吧 这个盆很重要啊 沈老爷你放心 我答应你 就一定能办到 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 拜托了 你准备一下 就跟军宝走吧 你跟荣儿 都是我的女儿 爹 我的好孩子 我的女儿 好 请留步吧 好 请 走好 走好 嗯 好 大帅 来 该喝药了 慢点 慢点 你 这药 我不喝了 反正这病也好不了了 快别这么说了 怎么了 全都是些饭桶 你看看 要么就是丢了城池 要么就损丁折将 感情是欺负我 老了 病了 不管是 再这样下去 我国字星大帅的帅旗 就要落地了 也不全是饭桶 朱元璋的能耐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一个朱元璋管个屁用 别动气啊 千万别动气 难道 我国家的江山 就这样完了吗 有一天 我两眼一闭 就这么走了 眼下的局势 让我怎么放心的下 千万别说这种丧气话 这人吃五骨扎凉的 哪有不生病的 我自己的病 我自己知道 我也熬不了多久了 快别胡说了 来 赶快把药喝下去 我去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夫人 刘先生 看见您满面愁容 相比是为了大帅的病情 毫无起色 可不是吗 刘先生 您还有什么拿手绝活 赶紧使出来吧 我这药是一壶一壶的剑 可是到现在一点也不见好 刘先生 您说句话呀 难道大帅的病 真的很严重吗 您需要什么药材 人参 灵芝 我都想办法弄来 夫人 您救救大帅吧 他要有个三长两端 就是我跟质量孤儿寡母的 这叫我 怎么办呢 现在办法倒是有一个 什么办法 快说 冲洗 冲洗 没错 既然钥匙无功 我们不如 给知兰办个喜事 冲洗 冲洗倒是个好办法 再说 知兰也到了该出嫁的年龄 可这一时之间 我到哪儿去给他找一个夫君呢 夫人 您这是急糊涂了 您忘了 在我们军营当中 不是有一个吗 他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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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老公公 信你马之兰 诚意求问自身的姻缘 还请岳老公公指点迷津 秦 秦哪儿 秦哪儿 咱们只有一只秦啊 十八秦 上上秦 那秦文哪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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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梨花大战薛丁山 纵是梨花胜丁山 女将晴卿 晋归堂 眼下你爹病成这样 刘先生说 只有让你办了婚事 给你爹冲冲喜 周总斌这个人 出身虽然低贱了点 不过却是个人才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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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啊 大小姐 这么着急干嘛 难道军中出了什么事 今天轮到我巡查 我去四处看一下 大小姐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先走了 没事了你先走吧 纵是礼花圣丁山 女将青青 尽归堂 跟上 长兄弟怎么是你 大哥 我本来想全速赶去大营 没想到他半路上碰上你了 什么事这么着急 对了 这儿有一封信 您看看 我的 我看这字迹写得很清秀 像是出自女儿家 所以兄弟我是跑死了马 也得给你送过来 玉川 我真的好好谢谢你 是吗 真是嫂子写来的 是啊 是你嫂子写来的 他还说 他怀了我的孩子 真的 这么说 大哥有了孩子 有了媳妇了 恭喜恭喜 行了 大哥 我们这些马背上长大的人 有了媳妇 又有了孩子 您真是福气过人哪 好了 别拍马屁了 今儿晚上大块肉 大碗酒 少不了你尝一圈子 行 谢谢大哥 走 走 走 什么人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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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怎么样 原来是血英姑娘啊 他们 闭嘴 你们的主子赤碧烈呢 我正想会会他 赤大师在金顶摆下擂台 师父 咱们这就去会会他 好 走吧 让开 师父 我们开始吧 诸位 为了养我长生教的威名 特在此舍类比武 这些日子以来 我师徒二人 会了不少的中原派别 没想到啊 交手之后 方知道是 有名无实 特别是 一向以武林太斗 自居的全真教 更是七世道明 缩头缩脚 您怎么可以这样说 这七人 这太深深化 您此 家师为了不让世人 再遭蒙骗 让我刻下这绯闻 诸位 请看 劝臣若承 武当地并服 千太深 简直气得太深 是不是 是啊 太深了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火龙 你师徒事累几日 名为切瘦无意 可交手之人 非死即生 出手如此狠毒 并无半点武林的义气 是啊 求这人过早些事 你们就敢如此欺人呢 你找死 审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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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啊 你这是做什么 过来 师妹 别惹师父生气 师父师兄 我求你们不要再与武当为敌了 再这样下去 对谁都没有好处的 郑前辈 我们中原有句古话 叫画干戈为玉帛 你听说过没有 你们中原人废话特别多 这里是雷台 你们闯进来就是要鄙视武功 既然我们赶来就已经做好准备了 你小子口气好大 秋楚姬 你为什么不说话 是不是吓得连屁都不敢放了 吃比利 你我半斤八两还比什么 何必二户相争呢 就像小徒 君宝所说的 画干戈为玉帛 我们之间的恩怨 就此了结了吧 既然是二户 那么在一山之内 又岂能兼容 这里只有一个武当 正是一山不能藏二户 这么浅浅的道理 难道你还不懂吗 四前辈 张俊宝 这里可没有你说话的份 你有怪我师妹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师兄 我是自愿跟随俊宝的 张俊宝 你师父 刚才倒是漏了一手 不过我看你 就知道哄骗我的师妹雪英 你要是男人 就跟我轰轰烈烈的打一场 别站在这呆若木鸡似的 能做到呆若木鸡 才是最高境界 咱们道家的文化博大精深 你实在是懂得太少了 这句话出自庄子 昔日寄行子 擅长训练斗鸡 期望不惜重金礼聘 到其门下 并三番五次地问他 何时才能训练出 最出色的斗鸡 直到有一天 他说可以了 呆若木鸡 就是最善斗之时 因为信心十足 喜怒不形于色 实力深藏 深不见底 令对手猜不透看不通 因此 未打先胜了 说什么呢 废话少说 有本事就给我打 难怪鸡行子 曾经跟齐王解释说 张牙舞爪 活蹦乱跳 胶态毕露的 并非是最善斗的斗鸡 因为心浮气躁 破绽百出 为打先败 咱们不是斗鸡 也不是斗嘴 有种的便在武功上 比试高低 张军宝 你小子滚一边去 请邱真人 前来刺交吧 赤比利 你真的要打 须知杀人一万 也要自损三千 请你三思而行 还是回你的西域大漠去吧 废话少说 抓紧时间吧 洛杨 小子滚 可怕耐 啊 啊 秋楚吉 你的流云飞剑很厉害 志比列 你的地动山摇也不错 请 请 志比列的双龙出海是攻击我上路 好 老夫还以扑面乱生 秋老婆 还以扑面乱生 你怎敌得过我双龙出海 秋老道 秋老道果然名不虚传 好 我再换招大鹏斩翅 你出大鹏战池 那我就出江弓开极来拨你 你怎么啊 师父 师父 你怎么样 师父 毕竟是老了 不重用啊 没想到火狼这么卑鄙 我始料未及反应太慢 所以来不及救师父 赤比列中了我的太义神掌 他的伤一定比我还重 不管怎么说 我们两个人已是两败俱伤啊 师父 我马上给你推功过血吧 先不用 徐云啊 咱们伏鸡得出来的鸡纹还在吗 在 让我看看 军宝 来 师父 这是 这是王重阳祖师赠给你的十六字真言 祖师爷写的这十六个字是什么意思啊 嗯 师父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